混乱的中东战场随时出现的人肉炸弹 沙漠中敌我双方的生死狙击 拆弹狂人在炸弹的包围中一次次全身而退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动作战争电影 《拆弹部队》 影片开始 在残破混乱的巴格达 拆弹小队正在处理一颗炸弹 他们经过研究后决定就地引爆这枚炸弹 但由于运送引爆装置的挂车坏了 队长只能亲自前去安防 就在他放好引爆装置时 一名恐怖分子突然出现 引爆了炸弹 队长不幸牺牲 但拆弹小队没有太多时间悲伤 没过多久 上级就派来了新的拆弹兽威尔 他与小黑小白二人组成了新的拆弹小队 一起应对接下来的任务 很快他们接到了第一个任务 去一处居民区拆除埋在地下的炸弹 到达地点后 小黑提议先用机器人去探查情况 确定安全后再去拆除炸弹 维尔却丝毫不在意可能存在的危险 直接穿上防爆服 向炸弹的方向走去 找到炸弹后 他小心查看它的结构 找到了引信的位置 他剪下连接引信的电线后 成功拆除这枚炸弹 正当他准备报告任务结束时 不经意间又发现了一条埋藏更深的引信 维尔顺着这条引信搜索着 发现了更多的炸弹 炸弹的引信相互勾结 维尔握住中间的节点 用力一拉 竟然从他脚边又拽出六枚炸弹 这一些炸弹把维尔围在中间 如果被引爆 维尔可能连骨灰都生不下 但维尔丝毫不慌 他慢慢蹲下 开始一个个的拆除炸弹里的引信 此时周边楼上有一名恐怖分子 一直在观察维尔 看到维尔临危不乱的拆除炸弹时 他坐不住了 连忙跑下来查看情况 等他到了门口之后 维尔已经把所有的炸弹全部拆除 他笑着看着那人 露出手上拆除的引信 看炸弹被全部拆除 恐怖分子转身就走 并扔掉了手里的引爆器 原来正是他埋藏的这些炸弹 回到队里 维尔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他对小黑说合作愉快 小黑却没有一点愉快的意思 他对维尔的思义妄为有些不满 告诉维尔 只有相互配合才是合作 而不是所有人在旁边 看你一个人的表演 维尔不以为业 坐在车里悠闲地瞅着烟 回到营地 维尔在一个男孩那里 就买了张DVD 面对这个赶在美军基地 推销的激烈男孩 维尔很喜欢他 很快下一个任务随之而来 一辆车违法停在联合国 驻伊拉克大楼旁边 守卫人员根据经验判断 车上一定撞有炸弹 所以他们叫来拆弹部队查看情况 维尔到达地点后 穿好防暴服向车辆走去 此时谁都没有注意到 在远方的楼顶上 一名恐怖分子正在举枪瞄准 就在维尔靠近车辆时 直接一枪打炮了车的油箱 整辆车剧烈燃烧了起来 士兵们连忙去抓捕恐怖分子 小黑则给维尔送去了灭火器 维尔示意小黑去楼上警戒 他拿着灭火器 不慌不及地灭火 等灭完火之后 打开后备箱 就算是见多识广的维尔 也被吓到了 只见后备箱满满一堆炸弹 引线密密麻麻缠绕在炸弹上 让人看一眼就头皮发麻 但是谁都没想到 维尔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跑 而是脱下了防爆符 这一举动让小黑都看不懂了 维尔却直接说 这种规模的炸弹 一旦爆炸 这里所有人都得死 既然都是死 那还不如脱下防爆符 这样死的时候还舒服点 说着就接过小白手中的工具 先是剪断了后备箱 炸弹连接的引线 然后又钻进车里 打算找到引爆装置 然而他几乎翻遍了整个车里 愣是没找到引爆装置 维尔心情逐渐有些急躁 就在他努力拆炸弹时 警戒的小黑和小白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周边看热闹的人逐渐增多 这其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恐怖分子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拿出枪来 对着他们扫射 在这样的压力下 小黑有些坚持不下去了 他告诉维尔差不多就可以撤退了 实在拆不了就让工兵 直接来引爆炸弹就好了 没必要让自己处在危险的环境中 维尔却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搞定 听着耳机里大黑连续的呼叫 本来就有一些烦躁的他 直接一把将耳机扔在地上 专心致志地找起了引爆装置 小黑的压力越来越大 周边楼上出现了更多围观的人 他们甚至相隔很远地在打招呼 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人在打着什么主意 危险就在他们身边 小黑再次呼叫维尔撤离 但维尔依旧我心我素 直到他成功拆除了引爆装置 才一脸满足地通知小黑准备撤离 回到车上维尔正愁着烟 感觉很惬意 而小黑走到维尔身边 对着他就是一拳 维尔没有说什么 仿佛都在意料之中 任务圆满完成 维尔收到了长官的夸奖 但他与小黑二人的隔阂 却越来越深 后来他们接到了一个 销毁炸弹的任务 在即将销毁炸弹前 维尔突然想起自己的手套 丢在了炸弹旁边 男人也不关心队友的反应 直接开着车折发了回去 看着维尔如此妄为 小黑又先怒了 他拿起地上的起爆器 对着小白嘀咕着 炸弹不小心爆炸了 死个人应该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吧 小白都惊了 他看着一脸严肃的小黑 问道你是认真的吗 小黑沉默了 他拿着起爆器 看着跟他们挥手 示意的维尔 最终选择了放弃 回去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几名友军 请求几人帮忙修理车辆 维尔欣然应允 可就在他们闲聊时 众人突然受到了攻击 几枚榴弹在他们身边爆炸 找到掩体后 维尔几人对着枪声传来的方向 疯狂扫射 这时 一枚友军通过观察镜 找到了敌人的位置 让队友赶紧架起狙击枪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 没有打中对方 反而被对面的狙击手 一枪打死 小黑见中主动接过狙击枪 开始搜索敌人的位置 维尔成了他的观察员 两个本应该充满隔阂的人 在此刻却十分默契 小黑摒弃宁神 跟随着维尔的提示 一枪干掉防顶上的敌人 又打死了在地下埋伏的敌人 这一刻 小黑宛如神枪手附体 在成功干掉一名 藏在屋子里的敌人后 对面的袭击就已经停止了 但小黑他们一直保持警惕 时光飞逝 他们一刻也不敢放松 两个人嘴唇都被晒裂了 维尔实在是渴了 让小白拿过来喝的 结果喝的之后 维尔没有打开自己喝 而是主动送到小黑的嘴边 二人在此刻终于放下了隔阂 成为了相互依存的战友 一直到傍晚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维尔这才觉得危机已经过去 众人开始撤离 一段时间后 他们再次接到了新的任务 邀请一栋大楼里 处理一批爆炸物 但因为没有人进入过这栋大楼 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危险 所以维尔他们只能自己探索 他们小心地在楼里搜索着 这栋楼里没有任何声言 但是三人在搜索途中 还是发现了有人生活过的痕迹 只是搜索完毕 都没有找到任何敌人 在确定安全后 他们看着堆积的爆炸物 明白这就是他们将要处理的东西 这一路上有惊无险 对于几人来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 但维尔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 被做成人体炸弹的男孩 而这个男孩正是在营地 卖碟片的那个 现在他却躺在这里一动不动 维尔有些无法接受 他原本打算直接炸掉这里 但挣扎片刻 他还是把男孩体内的炸弹拆除 将其爆了出来 看着男孩的尸体 维尔对恐怖分子的怒火直线上升 回到营地 他劫持了卖碟老板的车 让老板带他去男孩的家 他想要为男孩报仇 而那个老板却把维尔带到了一个教授甲 然后逃着夭夭 得知被刷之后 维尔心里的火越来越大 这天夜里 他们又接到一个任务 巴格达的一处区域里发生爆炸 维尔小队得到命令 前去分析袭击的手法 到达现场后 几个人确定 这是一起自杀式的爆炸袭击 看着如此凄惨的现场 面对这种如此极端的袭击手段 维尔心里对恐怖分子的怒火 已经隐藏不住了 他坚信袭击者一定还在周边藏着 正在看着他们的笑话 他一定要把那些人抓出来 然而维尔这个想法一提出来 立刻遭到小黑的反对 他认为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铲除恐怖分子这种任务 自然有作战部队的人来负责 但此刻 维尔已经有些不管不顾了 他强调他才是队长 让小黑服从命令 黑暗狭窄的街道中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维尔却还要兵分三路 认为这样可以更快地找到敌人 全然不顾会不会遇到危险 果然在搜寻途中 小白遭遇袭击 被恐怖分子带走 维尔和小黑赶紧去追 终于救下了小白 但小白的腿被枪击中 身负重伤 回到营地 对自己冒失的行动 维尔很是懊悔和痛苦 但谁都没想到 第二天 维尔竟在营地里 看到了那个卖碟片的男孩 他还招呼维尔一起玩 维尔愣住了 他反应过来 自己当时应该是认错人了 但就因为他认错了人 付出的代价却是如此沉重 这次他没打理男孩 坐上车 与小黑一起 从小白离开 小白的腿被打断成好几截 以后很可能成为一个残疾人 他看到维尔来了 直接对维尔破口大骂 而维尔只能道歉 他明白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 他心里充满了懊悔 之后 在他们服役的最后几天 维尔接到了最后一个人物 一个伊拉克的平民 被绑上定时炸弹 小黑觉得 过几天马上就可以退役了 为了人身安全 劝维尔还是不要去为好 但最后维尔还是去了 他检查着男人身上的炸弹 发现 炸弹里爆炸只有几分钟了 而炸弹却被牢牢固定在 那个人的身上 维尔要来一压前 打算剪断锁子 他先把炸弹从男人身上取向 却发现锁子实在太多了 时间根本来不及 维尔无奈 只能对着那人连声道歉 然后赶紧逃跑 男人眼界没有了希望 只能接受这个结局 维尔刚跑了没多远 炸弹就炸了 爆炸产生的冲击薄荷碎石 直接将威尔嫌团栽毕 然后冲向小黑等人 所幸威尔只是轻伤并无大碍 回营地的路上 小黑含泪对威尔说 他害怕了 刚才他离死亡只差两英寸 他还不想死 他还有很多事没有完成 他还想要结婚生子 最后小黑告诉威尔 他决定要退役了 沉默中画面一转 威尔和妻子购物 他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商场里 明明身在安全的国家里 神色却比在伊拉克的战场上 还要茫然 在家里威尔和妻子 说着战场上发生的事 妻子却没有任何回应 只是让他把菜切好 威尔沉默了 夜里他对儿子 说了一些听不懂的话 他又好像是在对自己说 威尔看着现在所过的生活 一切都那么平淡 平淡地让他发疯 直到一阵轰鸣声逐渐响起 威尔从飞机上下来 再次来到他熟悉的战场上 这时威尔露出了笑容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战争片 曾拿下奥斯卡六项大奖 电影中没有华丽的枪战情节 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 以及战争带来的灾难 至于最后 为什么威尔要返回战场 片头的字幕已经给出我们答案 战争就像是毒品 成瘾且致命 好了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同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 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